上一话咱们说到 女武神西洛特为了拯救人类擅闯神明大会 用极为机智的即将法 为人类争取了最后的生存机会 神与人类的最终斗争 第一队上场的是北欧最强神雷神托尔 对战人类最强战士 吕布奉献 这真的是强强对决 第一场就把局势推向了最高潮 托尔大人去去一个人类 一击干掉他 和平之神还真是和平啊 连加油打扩都是如此委婉 相比之下人类就比较凶狠了 喂喂 吕布 把那什么鬼神却成肉末吧 人类这边来了很多人加油周围 桃园三兄弟也在其中 不过刘备对吕布三国最强这个称号 有点质疑 难道不应该是武神关羽吗 关羽本人倒是无所谓 而且他也承认 但论武力来讲 吕布确实是实至名归 不愧是关公 人长得美度量还大 后世受万人跪拜 倒也不足为奇了 在这片人海中 欢呼声最大的 当属成功所率领的吕布军 明看是一支军队 实则就是吕布的 有妓女有组织的粉丝后援团 既已经成功 还没开打就把自己给感动哭了 看来今年的奥斯卡 已经给内定了 在会场的某处角落 希鲁特口吐芬芳 笑容可拒 似乎对这场战斗信心十足 众神越是鄙视人类 希鲁特反而越胸有沉重 希鲁特的自信 究竟从何而来了 咱们接着看比赛 伴随着轰鸣的欢呼声 和主裁判的一声号响 比赛也正是马开序幕 然而局面却并没有朝着 大家所期待的方向发展 只见两人都把武器放在了身后 也没有摆出防御的姿态 就这样徐徐前进 就好像在说 哎呀 先让你散张 好家伙 不愧都是顶尖的强者 连傲人的姿态都是如此统一 与身俱来就是最强 只需一击便能破敌 在这一点上 两位壮士不约而同 两位强者越走越近 最终的雷神之锤和方天话琪 还是碰撞在了一起 女步的力量似乎用的更足一些 一把弹开了托尔 女步跳起趁身追去 怎料托尔绝地反击 一锤看似平淡无奇 却把女步当球踢 赛场外飘荡着 女步牛逼 就连主神宙斯也笑嘻嘻 这女步果然有点东西 但是要说不想上下 还真是大惊小怪 宙斯心里清楚 这根本就不是雷神的真正实力 果然不出所量 下一秒雷神托尔就截然不同 只见托尔摆出了猛虎姿态 双手高举并缠绕着 滋滋坐上的雷电 随后抡起大锤 向后延展 明显是在虚拟雷神之锤 托尔认同的女步 因为她的这招雷神之锤 可不会轻易是错 在太古时代的阿斯加德 神明居住的国家 一直被高大的墙壁保护着 因为巨人国一直在尝试着 进攻这里 但却都被这高墙阻挡在外 然而那一年 巨人们不知哪根筋错乱 一直喜欢单兵作战的巨人们 竟然组建了拥有66名巨人的巨人大军 群攻而来 尽管守护天使们拼尽全力 最终还是没能抵挡住大军的侵入 那天 人们又回想起了被巨人支配的狂军 然而就在阿斯加德 濒临破灭之际 一个扛着锤子的少年赫然出现 挡在了众巨人的身前 少年体型也不小 但在巨人面前却犹如楼椅 面对巨人的嘲笑 托尔无需多言 只是大锤轻轻一挥 巨人便以化为骨血 无论是锤都能被其轻松破坏 托尔自己感到十分之无聊 托尔以一己之力 全面了全部的66只巨人 此荣耀传说也在众神之间广为流传 如今雷神之锤再度显现 整个会场都被光亮和琵琶神笼罩 看来游戏已经结束了 雷神用出了他的雷神真身 伴随着那遥远的光芒倾泻而下 刹时间 尼不被一个巨大的光柱包裹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哪位数码宝贝在进化了 哇哦 第一回合结束了 光芒未散 众神已经在庆祝第一场的胜利 小哥怒无腻的瘫倒在地 哭天喊地 只有西鲁特面部改色 满怀期待 硝烟退散 雷神和他的锤子先后展现 但他开始还淡定的脸庞 却逐渐变得扭曲 下一秒胸口也是一热 或许这是托尔第一次亲眼看见自己打出去吧 呵呵 你这家伙还不赖吗 啊 不仅扛住了雷神之锤还伤到了托尔 这就是人类最强吕布奉先的实力吗 吕布的这波神奇操作直接看待所有人 不过英雄之间总是心心相细的 托尔挨了吕布一击 不仅没有发怒反而更加认同吕布 你这家伙 生而为人实在太可惜了 若是生而为同族 必定会成为劲敌啊 据史料记载 吕布年少懵懂之时 就已经在所求最强的道路了 为了找到一个能打败他的人 他浪迹天涯 但始终难求一对手 所求强敌之途中 恍惚间 吕布奉先之名 以震撼华夏之全境 三十余岁 吕布照苟天下 普天之下 他已再无敌手 据三国志记载 吕布在与曹操战斗后 兵败被封 为了苟且偷身 起手求饶 但事实却并不是如此 吕布浓为接下球的真正原因 实际上是太无聊了 赶快完事吧 无聊的都要死了 好家伙还能这么玩 所以啊 能与雷神通耳交战 吕布也是兴奋无比 正如成功所言 我还是头一次见到吕布大人 如此愉快地展露笑颜 不过吕布过于强悍 也引起了宙斯老爷子的质疑 除了五五开这件事外 还有一件事 让老爷子疑惑不解 若是凡人的兵器 必定会在与雷神之锤碰撞时 即刻毁灭 但吕布那方天化急 却坚韧十足 是何原因啊 既然能与神器战斗 难道说 老爷子突然将目光看向了西洛特 看着西洛特一脸邪魅 心里的答案也得到了验证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下期咱们接着看